來看到三十年前有一群台灣專業的養蜂人 看中泰國氣候適合龍眼花季 把蜜蜂運到了太北清脈 不過首先就必須克服了語言以及飲食障礙 而經過許多難關之後呢 開始生產龍眼蜂蜜 如今事業有成 帶您來看看他的創業成功故事 說到這裡的天氣與台灣明顯不同 也就因為如此 三十年前包括現任 台北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程日德 名譽會長徐仁發 以及創會會長張榮三等專業養蜂人 陸續把蜜蜂運到太北 當年一句泰語也不會說 語言與飲食方面難題接踵而至 回想起來讓程日德印象深刻 還是用筆的啊 第一次我們就學習說 問朋友說我們的名稱 蜜蜂裡面的名稱怎麼講 就記住那個名稱 其他用筆的 慢慢慢慢 真的想說那時候真的很酷 整天到晚就像咬巴 聯繫好幾天 一直到那個 有機會遇到朋友 台灣朋友才有機會講到那個台灣為 那時候遇到真的 好好的 再來就是 飲食的問題 他們這裡吃的 跟我們完全都不一樣 吃那個什麼酸酸辣辣的 而且又不像我們有那麼 顏色那麼漂亮的美食 口味又不好 那時候一來 一天都吃一碗 不是一餐都吃一碗 平常是吃兩三碗的 一餐只能吃一碗 吃不下來兩個月 瘦了兩三公斤 陳日德表示 台灣每年三月龍眼花季 經常三天兩頭下雨 花期只有短短二十多天 而太北山區 卻非常適合龍眼生長 而且天氣穩定 就這樣一直做到現在 除了內銷外還銷回台灣及日本等地 泰國這邊他的優勢就是 他人間多 還有他的氣候 三月那是 他這裡提早台灣一個月 他是在三月的時候 他們這裡是天氣很炎熱 而且那裡都不會落 陳日德還表示 如果想到泰國闖一闖的年輕人 準備一筆資金 到泰北從事旅遊業或農業 應該有發展機會 現在有許多科技可以輔助 而且當地的台商都很樂意協助 台灣紅電視採訪報導